燒成這樣子 就是超誇張 對方說那個東西不是他們的 床墊整片焦黑 連裡頭的彈簧都被波及 火警發生在睡夢當中 晚上十點開到十一點半 還好是媽媽前一天晚上 多喝一碗水 整個都是電熱毯全部都是火 花蓮余小姐回想起 當天的情況心有餘悸 怎麼也沒想到 因為使用電熱毯 整張床燒了起來 手這裡全部都是 已經過了快三個月 還有腳這裡 還有我屁股 還有這裡是三度的 然後已經神經受損 今年1月18號 余小姐開著網路上 買來的電熱毯入睡 吹到一半竟然燒了起來 導致她的手腳以及臀部 都受到二度灼傷 事後向賣家反映 對方卻不理會 余小姐說電熱毯 已經使用第五天 正常使用下卻燒了起來 如果家人們叫醒她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當時正值過年期間 她的春節假期幾乎都是在看醫生當中度過 她想得不敢再買中國製的電子產品 電器專家也呼籲要選購電器 要認明合格標章 電器的部分我們建議選大品牌 然後有像這種BXMI的標章 這樣才是最合格的 網路購物方便 但是一旦發生問題 要求償以及後續維修都有困難 專家提醒不要購買來路不明的品牌 才能夠避免自身權益受損 靜新聞呂傳民李冠燕成本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